12月4日是中國第七個國家憲法日 當天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主辦的 2020國家憲法日網上座談會在香港舉行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致辭中介紹 配合香港國安法今年6月30日在香港實施 本次座談會以憲法與國家安全為主題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是國家憲法的根本宗旨 亦都是一國兩制不能觸碰的底線 國家安全是每一個國家的頭等大事 國家不安全,市民的生活便無從保障 國家亦都難言發展 因此國家安全一向都是屬於中央政府的事權 這個亦都是國際慣例 香港特區作為國家不可分離的部分 有明確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 林鄭月娥表示 自2019年6月開始 香港社會經歷了不少挑戰 連串的暴力事件加上外部實力干預 不但對香港的社會安全和經濟造成嚴重破壞 也對國家安全構成嚴重威脅 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 按《基本法》在香港特區頒布實施的《香港國安法》 不僅為保持香港社會的繁榮和穩定提供堅實的基礎 以為香港特區的經濟發展創造新機遇注入新動力 香港回歸祖國23年多 社會對於國家憲法和基本法的認識仍然是有不足 加上別有用心的人故意扭曲中央和特區的關係 甚至將一國和兩制對立起來 令香港社會產生不少爭拗、矛盾甚至對立 我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指出 當前其中一項急切要做的事 是對特區的憲制秩序和政治體制正本清源、撥亂反正 我們在推動認識憲法和基本法的同時 亦都必須加強對於香港國安法的宣傳教育 嚴肅、認真地向公眾灌輸有關的知識 我希望社會各界人士積極響應憲法、基本法 和香港國安法的推廣工作 讓年輕一代更加了解並遵守法律 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義務 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當天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致辭中表示 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限制基礎 香港社會必須充分認同與遵從憲法 他同時指出憲法承載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功能 香港特區必須切實維護國家安全 當年發生修例風波以來 香港一度陷入社會動亂 市民生命財產遭受嚴重危害 國家安全面臨巨大危險 一國兩制事件 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 中央審時度勢 根據憲法和基本法制定香港國安法 將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限制要求 具體化 制度化 填補了香港長期以來存在的法律漏洞 幾個月來 香港國安法威力出現 香港進入了油亂向制的關鍵時期 駱惠寧指出 愛國是憲法規定的中國公民的神聖義務 香港特區必須始終堅持愛國者治港 近些年來 香港部分參選和單選 特別行政區公職的人員 公開宣揚港獨主張 拒絕承認國家對香港擁有並行使主權 尋求外國或境外勢力 干預香港事務 完全與愛國者治港的限制要求向背離 全國人大常委會 三個月通過 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 進一步劃清了 愛國者治港的底線標準和政治規矩 確保所有從政者擁護憲法基本法 效忠國家和特區 將禍國亂港者驅逐出特別行政區管制架構 當天的座談會上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端宏擔任主獎嘉賓 在主題演講後的對談環節 歷進教育中心主席范徐立太 與香港前律政司司長梁艾施 及基本法委員會香港委員莫數聯進行交流 據悉 2020年是香港特區第四年 舉辦國家憲法日推廣活動 有消息 長官 長官 下面